老话说得好,天狂有雨,人狂有祸,生活中,那些狂妄自大,眼睛朝上,目空一切,从不懂低头看路的人,终有一天会栽根头,跌隔五牢七伤,鼻青脸肿。 所以在生活中,我们要学会低调,低调是一种尽水流生的品质,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智慧,但反正要有内行,有能力的人,都不会去张扬自己,炫耀自己,而会选择低调是人。 谦虚谨慎,低调,要做到谦虚谨慎,不管你知识多渊博,能力多巧,本事多大,后台多益,人脉多广,都要深藏不露,沉稳内敛,谦卑谨慎,如此方能赢得别人发自真心的尊重。 能屈能伸,低调,要做到能屈能伸,让生命拥有柔性和韧性,如此方能承受住生活的种种不堪于打压,在困境乃至绝境中毅力不倒。 不急不躁,低调,要做到不急不躁,预示稳重,冷静,这不仅是一种良好的修养,更是一种卓绝的能力,能帮你做出正确的判断,转危为安,化险为夷,化解各种尴尬,解决各种难题。 平和待人,低调,要做到平和待人,与人交往,义和为贵,如此不仅容易成事,而且能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相反,如果待人不和,必然造成人际关系紧张,让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受到影响。 涛光养晦,低调,要做到涛光养晦,隐藏自己的光芒,也是自己真实的野心,晨语,才华,盛望等。 干为愚钝,干当弱者,亦保护自己的实力,期待有朝一日有所作为。 这是由弱变强,最终战胜对手的妙计,忍辱负重,低调,要学会忍辱负重。 俗话说,小不忍则乱大谋,在面临困境,显性,决禁时,要选择低头与退让。 等待于忍耐,本心轻重缓急,大笑远近,该舍弃的就忍痛隔爱,该忍耐的就忍辱负重。 不要心举妄动,如此方能实现理想,成就大业,吃亏是福,低调,要做到吃亏是福,愿意吃亏的人,在物质利益上慷慨大度,在名誉地位,面前先人后急,在人际关系中推击急人。 这种人必然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和赏识,相反,爱贪便宜的人,见好处就劳,见便宜就占,即便是赢头小利,他们也会心跳脸红手痒痒。 这种人,必然会陷入思念处歌的境地,最终他小便宜吃打亏,但博名利,低调,将做到但博名利,是非常百串投空,名利与我如浮云,名誉,金钱都不足。 都是深爱之物,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,随时都可能被一见风卷走,不管你当多大的官,拥有多少金钱,享有多少荣誉,掌握多重的权利,最终这一切都将归于尘土,因此,对于宁和利,我们不必过于知者,更不必滋滋以求,拥有时不必窃喜,失去时不必悲伤。 忘记回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